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实版的火神眼泪 也在台湾滴落了 影集上架不到两个月 6月30号的晚上7点46分 彰化桥友大楼的二楼发生大火 当时总共有31个人受困 彰化消防局出勤之后 大批的队员投入救灾 最终人造成四个人死亡 而罹难者其中之一 就是东区消防队的消防员陈志凡 在火场救人性命的凤凰 为什么会折翼呢 消防体质背后到底隐藏呢 怎样的问题吗 这一集我们就来探讨 我们这次共同参与录音的呢 有志凡的三位家人们 分别是爸爸陈贵森 以及妈妈梁春子 还有妹妹陈艺竹 三位好 其实这一次是案发 蛮特别的一次录音 就是我们现在人是在 彰化志凡的家中 那收音状况呢 可能会跟以往听众熟悉的 比较不一样 这样对一位消防工作充满热情 我们感觉志凡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可是在2021年6月30号那一天 他也有去扶勤上班 那天上班前是什么状况 妈妈还有记得吗 我不知道 因为那天在上班他们 我是听说他们 他是被寝而已啊 那天晚上去帮他收东西的时候 他东西都还没有吃完 意大利面还放在桌子上没有吃完 而且电脑还在动啊 突然接到任务就要出寝 对他们那一种就是这样 我看无论你有吃饱没吃饱 就是要马上出去 只是那天晚上晚上八点过后 乔友大楼火警就发生了 那志凡所在的东区分队也出寝了 一直到半夜两点多的时候 爸爸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你这时候是什么想说 以前我拨命两点半嘛 头一通卡来的时候我是没吃饱了 我想 哪有两个三个拨命在卡电话 第一通断掉 第二通才卡来 我想说这样可能的事情 他可能要想卡 不然去那拨命也行 那也是他们当局的掌管卡的 他就说程志环怎么救不上去 就乔友发生那个火警 他在这里说信职 我以前听到电话 是原来要放开的 原来要用伯的去叫我们太太起来 没有人叫起来的时候 我就跟我们太太叫程志环怎么 其实也是 没怎么说心头也是很疼 那也是 也是也是也是 那面对的现实 也是去起到便宜的时候 他们跟那些长官 跟你说一句说不好意思而已 我听到的意思就是 你们那些长官 跟他们说一句不好意思 那如果有公罗 都你们那些长官在这里 那如果出事都要叫他其他人等 头一句我去到便宜我就跟他说那句话 不好意思 对啊 跟我说一句不好意思 我也跟你说 那句不好意思我也跟你说 如果出事我做事 我也跟你们加上说不好意思 那你听到会怎样 那他怎么会 因为我们常常都不敢说话 我们没说话 看到志环那时候是已经躺在太平间了 没有 一个病房的急救 那你怎么看 志环拉出来的时候是身体已经有点降硬了 已经冷了 等到通知都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要八点多到两点多六七点钟 不其实相当诡异的是当时志环 他是从8点06分的时候 就跟带队的刘晓队长 还有另外一位消防员佑伟 是他的学弟 还有其他分队的同事 他们当时是五个人一起进入到这个火场里面 那查看这个防御旅馆的状况 因为火势是从二楼往上面烧嘛 可是一直到两点三十二分 火势已经控制之后 他的遗体才被搜救人员在九楼的9627房里面的浴室地板找到了 当时呢发现他的时候他的面罩已经脱下来了 那身体僵硬 调查结果是研判说志环因为气瓶没有气 拔除面罩之后吸入到有毒气体 才会因为缺氧性休克窒息死亡 那很奇怪的是他进去是从八点 一直到凌晨两点半 整个被救出的时间是长达六个半小时 那志环到底为什么最后面会一个人独自倒在地板上 他的同事呢 他没有用无限电呼救吗 这段时间没有人发现志环不见了吗 有没有派人去搜救 那个时候我相信这些问题 应该也都在陈爸爸陈妈妈的行政 他说八点我立于没有多久 他就求救了 他说他的气瓶像多少 他说他什么外面说什么收不到 对啊 无限电收不到 对啊 但是他们背后有收到 那时候你们这些疑问 你有跟他们招众问吗 什么会没有 有啊 但是他们就是 意思说混乱 有啊 频道混乱啊 说不到哪个 而且我们还有问他们的ART RIT 也没有说到 长官没有下命令说 RIT是专门在叫自己的人嘛 那结果他们的RIT说 完全没有收到他们的长官下命令 要去救自己的人啦 所以那时候你们问他们 给的回复不是很明确 他们韩虎带过啊 是他们自己可能自己的人也搞不清楚 到底为什么会制反 在里面受困那么久 六个半小时没有救出来 不是 是到最后我们听说他们的长官下命令 去救老百姓 完全没有提到要救陈智凡的事 当时在你们心里面会觉得 智凡好像被抛下来了 没错 那个时候就已经被抛弃了 那我们其实后来的 依照这个内政部 灾害事故调查会的调查报告还原 这个六个半小时里面到底是发生了哪些事 其实我们接下来就慢慢的来跟大家还原 那其实后来呢 妹妹一族也有亲自到了柴友大楼的火警现场 那走过哥哥当时进去之后 整条搜救的路径 其实制反呢他在进入到火警之后 陆陆续续遇到很多状况 但是呢最早的状况 从他刚进到火场里面就出现了 所以当时到底是进去之后 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格格是在东区分队 但乔友的辖区其实是另外一个分队 叫彰化分队的 那他们两个分队其实同时到达现场之后 当然我们会有辖区分队的长官 或是当下的指挥官来做分配 那分配之后 东区就是有两个队员 格格跟幼伟学长 然后搭配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干部 就是小队长 然后连同就是原本辖区分队 彰化分队的另外两个学长 他们总共五个人就从一楼一起上去 但其实他们在上去之前 就已经有另外两个学长 已经先上去楼上了 所以严格来说 我们抵达到了旅馆楼层的时候 应该要有七个人才对 但是抵达到楼上之后 会合了发现只剩六个人 其中有一个也就是带队的小队长 他其实在二三四楼 不知道哪一层楼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离开了 因为我们也只能够 藉由事后的说明会现场 或是他们的报告来得到解答 那内容是说就是 因为他是走在最后一个 他就觉得他有点PTSD发作的情况 那他就直接先离开了这样子 所以当时智凡以及他的学弟 进到上面之后 然后跟其他人会合之后 他们发现自己的指挥官 带队官突然不见了 那后来他们怎么做呢 因为他们当初接到的指令是要上去安抚民众 因为其实现场已经有农烟了 那如果有农烟的情况 其实我们会选择就地避难 那你就是选择把门窗管好 那这个前提是在建筑物安全的情况下 那个地方他能够是防疫旅馆 所以他们会先做一个假设就是 其实当下的建筑环境应该要是安全的 毕竟火烧的楼层是在二楼 但旅馆的楼层是在比较上面的七八九 所以他们抵达楼上之后 即便他们发现小队长不见了 那他们还是继续执行命令 也就是让旅馆内的房客 因为是防疫的关系 那让这些房客各自回到房间 然后把能够做的 比如说把缝塞好 然后因为他们是没有中央空调的 所以应该是不用担心有延伸进去 那如果你有对外窗的话 就是能够尽量吸到外面 新鲜空气的话 就是可以延长 把打开来 对你就可以延长你在房间待的时间这样 所以他们就抵达楼上之后发现剩六个人 那因为必须要两两一组 所以三组人的情况下 那又有七八九楼 所以一组人就分配到一个层楼 所以他们就原地分配完之后 就各自到达指定的楼层去安抚民众 回到房间内这样子 所以赤凡当时也分配到的是九楼 对 那九楼在那个当下 他其实也刚好是住客最多的一层楼 那其实严格来说 他们在上去之前 这些人都不知道大楼的结构 那包括说逃生梯到底有几个 然后详细位置在哪里 其实他们是不清楚的 住客的资料也是一直到 他们抵达到楼上去分配楼层之后 旅馆的工作人员才把比较详细的 住客资讯给现场的学长看 然后他们才又透过手机的LINE 拍照回传给对上的其他长官 让他们去清楚掌握现场的状况 可是这些人他们其实在上去之前 是不知道大楼的结构 甚至不知道其实楼梯有两座 因为他们是爬楼梯上去的 只知道他们爬上去的那一只而已 对对对 所以后来他们在真的需要避难的 逃离的情况下 又找不到原本的那只梯 才会发生被迫选择进入一个 相对可能比较安全的房间这样子 当时志凡跟雪滴是分配到九楼嘛 然后他从8点06分进去之后 大概到30分的时候 他们就陆陆续续有在九楼 然后通知那边的一些住客 可能就就地避难 就待在房间里面 因为农烟是比这种火还要更可怕的 所以就请他们都先待在房间里面去 可是后来他们先绕了一圈 等到绕了第二圈之后 这个浓烟突然就变得很大 就是都看不到 整个视线都看不到整个走廊底是什么了 所以他们就选择了一个房间 先就地的避难 因为当时其实大队里面有去喊无线电 有去喊这个志凡 就请大家来回报 他们的气瓶的气量剩下多少 那当时志凡就有回报 他说剩下一百坝 这个一百坝是什么概念 我不太了解 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消防员在进去的时候 会把气瓶充满 那大概会落在278坝左右 那那个坝数就是会随着你待在火场 跟你的呼吸几触度 去让就是使用掉里面的空气量这样 那坝数降到一个指定数字大概 100到50之间他会有一个指标 就是指标器会叫 那等他叫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会通知你 以这时候就是 其实就是要撤除了 那在这个指标抵达之前 在他叫之前 其实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安全观 在外面记录 大家进去的时间 跟去推算那个气瓶的使用量 大概多久气瓶会消耗到一个数字 就要去追踪里面人的状况 每个人在用气瓶的速度 其实不一样 所以他们其实是在外面的安全观 是要定期的去追踪里面的人 那里面的人可能也必须随时去注意 自己的气瓶罢数 是其实已经到那个残压值了 是 所以当时志凡就回报180 其实也算到这个残压值的一个点 加上说当时其实龙眼已经起来了 他们找不到原本回去的路在哪边的 就是找不到这个梯子到底在哪边 因为其实旅馆的结构是很复杂的 它是一个算是 口字型 里面的走道是口字型的 所以当时其实志凡跟随地他们已经找不到 到底是从哪边上来的 所以他们就选择一个房间先进去 并且回报他们的状况 那他跟学弟进到房间之后 后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那时候其实残压警报响了 然后回报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已经快没起了 我有回去看监视器的回放画面 就只看得到他们的灯 然后就从那个灯去推断说 他们其实 加上那个幼伟学长的证词 就是他们其实 退进去到房间的这个过程 其实又花了几分钟 因为完全看不到你只能够 完全是等于你是蒙着眼又摸的 那我们现场回去旅馆 其实又发现说旅馆的走道 并不是完全进空的 因为他们是每一间的房间 外面都有一个类似鞋柜的柜体 放在走道上 那即便你是沿着墙边去摸 你也会走到走几小步路 就会撞到一个东西 那你就必须被迫又绕过去 因为他们其实后来躲进去的房间 是在原本他们回报 霸宿的斜对角的地方 口字型的斜对角 所以他们其实花了一段时间 走完了这个L型 才绕进去那个房间 躲进去之后 其实这个过程 已经就没有气了 哥哥的已经没有气了 那右围的还剩一点点 那这时候因为他们就开始检查房间 发现这个房间 其实并不是相对安全的 因为没有对外窗 那你没有对外窗的话 浓烟它终究还是会渗进去 那过程中如果你没有新鲜的空气 可以让你呼吸的话 最终还是有可能因为吸入过多的浓烟 在里面离开了这样 所以他们后来就是 一进去发现煤气了 然后也没有对外窗的情况 他们就按下了 对角机上面有一个紧急的求救钮 紧急求救钮按下去之后 发现也没有任何人回应他们 那他们喊无线电 也没有人回应他们 所以他们就商量 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幼围学长 他还有一点点的气 那出去找退路 再回来把他带出去 是因为两个人如果一起走的话 可能会都走不掉吗 有可能 是那可能 最烦的话哥哥他就先待在房间里面 那先在那边等待 对 然后等待的同时也是 也要一直对外求救 因为我们看那个记录 他们在前面是一直有在跟对外联系的 只是因为无线电的盖台真的太严重 多多少少也有讲话讲到一半就被别人卡掉了 或者是其实收讯没那么好 因为毕竟九楼的高度是稍微高了一点点 那收讯不好的情况其实 原本在沟通的长官这边可能讯号断断续续的 又要透过其他人在做中继沟通 其实又花掉了蛮多时间了 后来这个幼围学弟他的去找寻路顺利吗 不太顺利 因为我们后来回去房间 看他们的房间正对面 其实就是大楼结构的天井 因为你为了透光进来 他会做玻璃的装置 那那个玻璃因为 他一摸出去摸到对面 他有发现是玻璃的状态 可是他有试着去敲击他 发现敲不开 强化玻璃 所以他认为有可能是强化玻璃的状态 也不知道他其实是有一个门可以开出去的 因为那时候其实浓烟密布你是什么都看不到 即便他那边是有对外的 但是你还是看不到 那他摸了一阵子之后发现这边可能出不去 他就只好继续往前摸 他其实继续往前摸的过程中 有摸到另外一位罹难者 就是印尼的那个移工的房间 那那个房间因为是上锁的 所以他摸过去之后发现这个地方有门 但是打不开 那他就只好再继续往前摸 我们当天回去现场跟后来就是佑维写的报告记录里 其实有一点点小落差 因为他原本沿着那个房间摸到 移工的房间的时候其实打不开 那他再往前摸 其实他摸进去一间杂物间 那个杂物间其实在原本的图面上来说 他是属于内部的围建 就是他不应该存在那个房间在那个地方 对如果没有那个房间的话 其实他会直接摸出去出口的 原本进来的出口吗 另外一个出口 就是我们不知道的第二支楼梯 对所以他先摸进去杂物间之后发现 并不是他想像的可以出去的样子 那他又摸出来之后又沿着房间外面走 其实就是一个很狭长的走道 那个地方其实就是要通往第二支逃生梯的地方 那个走道跟整个逃生梯的里面其实布满了杂物 所以他其实在浓烟中摸索的时候 他其实是一直在摸到杂物的状态 所以他又以为他还是在另外一个房间里 然后就摸摸摸摸摸摸到 就是一堆家具一堆桌椅的过程 他就摔下去了 然后他才知道说原来其实他已经在楼梯间了 他就是因为他摔下去的时候 其实是在不知情的情况突然摔下去 所以他是有点内伤到 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的情况 他只知道我在楼梯了 那他就想说 是不是要顺势赶快离开建筑物的时候发现 其实楼下的烟跟热一直沿着楼梯冒上来 其实他是下不去的状态 所以他才又只好摸索着 再回到原本可以摸到窗户的地方把它推出去 因为正常来说楼梯的楼层间都会有窗户是可以打开的 所以他就是沿着楼梯又摸上来 好不容易摸到我窗户的情况下 试图把它打开好不容易也打开之后 其实他早就气瓶就没气了 然后他就只能够像就是新闻画面看到的那样是 几乎整个人要悬挂在外面摄取新鲜的氧气这样子 所以他就在那边带旧了 对 也没办法就是回到原本的这个里面了 对因为他 一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了 二是他可能因为 呃出来的路径太 有点太复杂 所以他可能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加上气瓶也用完了 也用完了 也完全没气了 所以又围曲地这条路 算是也是断掉了 困了三个小时之后 才获救 那智凡的受困资讯 就一直没有办法传递 感觉像是卡在上面 但是难道指挥系统没有发现 智凡不见了吗 嗯 因为又围他大概摔下楼梯的前后 其实哥哥有在房间一直试着要发话 那他发的这个mayday的讯号 其实有被八楼的学长给拦截到 因为他们的相对位置是比较近的 甚至就是有请他用敲击地面的方式来 变因定位这样子 那时候八楼的学长两个人就有讨论说 是不是要去楼上把他带下来 因为他那时候明确的是指出说 他的气瓶是已经完全没有气的了 学长他们其实从八楼离开楼层 出到逃生梯的时候发现 诶 门的装置的关系 他们回不去八楼里面了 就是被困在楼梯间 他是单上出来的就进不去 对 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有试着猜想说 会不会去到九楼也进不去 那会不会有可能就算进去九楼带他出来 其实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进回去 八楼原本的房间里 所以他们就只好带着这个求救的讯号 直接冒着火烟很浓烈的状态 直接往下冲这样子 我们回到火场其实有发现说 他们往下冲的过程 其实应该真的蛮危险的 因为二楼在烧 三楼也在烧 四楼也烧了 那三楼跟四楼的防火门是完全不见的 所以里面烧的火跟热 其实是会直接从里面喷出来 喷到楼梯间的 那他们那时候其实是 算是冒着生命危险 穿越火烟的楼层 往下冲到一楼 才把这个受控的资讯带下来 那这个资讯算是有明确的传到指挥官的耳中了 是有的 那当时指挥官有什么样的应对吗 那时候刚好卡在一个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有点乱了 因为那个火警他们没有想到 会烧到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九点十点刚好是一个 烧到最失控的状态 又刚好县长抵达了 他毕竟是防疫旅馆 又有很多民众受困 所以在那个当下我 我们最后再推测就是 其实指挥官他应该也有点 慌了手脚 加上就是因为现场媒体 就是会一直 找指挥官去问说 到底现在状况是怎么样 是 所以即便那个学长把资讯带下来 然后有其他分队的长官 就是有帮忙协助接收这个资讯 甚至后来有组了RIT 但是并没有一个专者的RIT的指挥官 去处理这件事 那有可能就是当下的指挥系统 其实已经有点崩溃了 没有办法handle整个状况 是什么是RIT RIT它算是一个紧急救援小组 就是今天如果有自己的同仁在里面受困 那我们就会组一个特别的小组 这些小组他们是会针对同仁受困的情况下 去使用特殊的器材 把同仁给拉出来 嗯 了解 这边也来回顾一下当时智凡 跟八楼的学长他们是怎么通话的 其实当时智凡就有呼叫 他是呼叫Mayday 就是用英文来求救 在八楼的学长就有听到 学长就说智凡你那边是不是厕所 有对外窗对不对 智凡说没有 后来学长就说 智凡你那边有没有窗口 或者是有没有地方可以拿气瓶 智凡也说没有 因为他那个是没有对外窗的一个室内 智凡后来说 他是在某个房间里面的厕所里面 他只有带救命器而已 没有办法打灯 这个救命器就是 应该是发出一个剧烈的声响吗 就是他们的对讲机上面就会有一个救命器 就是他们是连带的 所以那个东西基本上你挂在身上 然后你可以跟外面求救 然后那个装置他特殊的是 如果你静止不动一分钟 他就会开始叫 或者是你呈现倒了的状态 会有一个倒地讯号 他就会开始叫 是 所以智凡他说呢 他当时只有带救命器而已 那没办法打灯 所以可能 你说就算到九楼里面 可能也看不到智凡在哪边 因为容颜是很密的很大的 那后来学长就说 东区智凡你这边安全吗 有没有其他的民众跟你在那边 那智凡说都没有 只有我一个而已 我在厕所里面 学长就说 好东区智凡目前一个人而已 目前在厕所里面 没办法有窗口对外 目前没有状况 就算是做一个统整 更高级的长官就说 好收到 那麻烦你跟智凡通知一下 等一下我们会有人员 进去拿空气呼吸器的气瓶给他 是不是都收到了 后来就是确定 智凡他也有收到这个讯息 就是他等着有人会拿一个呼吸器 进来给他 那这是当时呢 上面的指挥官所下来的这个命令 等于是说 真的是指挥官有收到了 那在楼底下搜救的人员 也有知道智凡受困的讯息 而且下面的指挥官也都收到这个讯息了 他们准备把呼吸器给送进来 所以这个气瓶后续都是 没有被送到的 没有 我觉得后来指挥官他们在回忆的这个部分 其实也有蛮多的断点 就包括说 其实我们一开始有问他说 你知道有人受困吗 他其实回答的蛮魔能两可 就是说他没有接收到这个讯息 但是因为时间点在无线电的讯息里 跟其他人员的证词上都有明确的指出 那他后来就又魔能两可的说 有其实大概有遭受困的状况 然后有马上的去做一些处置的动作 比如说包括丑组RIT小组要赶快去救 然后甚至是一些应对的措施这样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在后续 因为那个当下楼梯有两个嘛 就是刚才讲他们一开始上去的楼梯 跟下来的另外一支不知道的第二支楼梯 那长官在跟我们开说明会的过程中 其实就一直的强调说 他们其实是用第二支 原本他们不知道的那个楼梯 去送人上去 可是因为火场内跟火场外 应该要资讯的传递跟同整带 这部分的话在无线电的记录上是完全没有的 那所以刚刚有说八楼的学长是从 第二支不知道的楼梯下来的时候 不是有穿越火焰的楼层吗 那那个地方就已经下来就很困难了 你又一直坚持从这个地方送同人上去 你送RAT 从这个地方根本就上不去啊 你们没有试着用别的方式 或是从另外一支楼梯 或者甚至是用云梯车的方式 那就只有告诉我说 其实你们很努力的派人要从这个地方上去 但是派不出去 你说前前后后你派了19梯 但是其实 一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成功的走上去 二是这些人的装备其实也不齐全 那三是这些人经过灾调会的访谈 他们其实有明确的说 我并不是属于这19梯的其中一梯 就是我现在虽然被归类进去了 但是我的工作内容明明就跟这些不相干 我是去救火的 救人的 对 就是我的接收的指令 并不是RIT的指令 因为RIT是很明确的 你就是要救同人 这个资讯在当下就是 非常不清楚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在听说明会的过程 也满生气的 因为就会觉得 长官用非常魔人两可的方式 有点在糊弄家属 那我们甚至抽丝剥茧的 在确认细节的时候 就是会有点被勤了 他就会跟你说 其实我们同人都很尽力 我当然知道同人很尽力啊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论事嘛 今天就有人殉职啦 你这19T的资料 就是有造假啊 那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只是告诉我说 同人尽力了 然后你也尽力了 大家都尽力了这样 好 所以当时 至凡受困难的消息 真的是明确传递到了指挥系统 他们从9.01分开始 就前后总共派出19个T次 有83个人的RIT前往救援 RIT的全名是快速救援小组 那RIT其实是为了专门抢救受困消防员 而不是民众的特殊作战编制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编制 其实是从2015年 桃园的新乌大火 这个大火大家应该记忆犹新啊 当时有六名的消防员殉职之后呢 RIT就在台湾的消防体系中 被极为重视哦 派出这样的紧急救援小组 就是为了去救这些被受困的 或者是有紧急状况 需要救援的消防同仁们 总部人救人的自己后来也拟难了嘛 当时这个RIT派出之后 却发现是没有派上用场的 他们这些同仁们回报 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救人 或者是根本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指令 连要去救谁都不知道 后来消防局给的说法是 真的是有19T次 然后真的是有所谓的83个人 但是这部分我们反而是有点质疑 这个数字的真假要对了 是质疑的啊 因为你说他如果要是RIT 他的资讯 你刚刚第一个长官下达 进去火场的指令一定要是明确的 但在这部分的指令就是非常的不明确 因为当时RIT学长们就是进去的时候 都是不知道其实是有同仁受困的 你有跟他们聊过吗 严格来说没有 因为我们就只能够被动的得到消防局的资料 或是栽调或最后的统整资料 是 那透过无线电一文来看 指挥系统呢 当时是 他是有记得 就是位处在9627房的陈志凡的 但是却没有一些更加积极的作为 一直到两点半呢 才终于在浴室里面找到志凡 那志凡他选择相信指挥系统嘛 指挥系统透过无线电跟他讲说 你就在那边等气瓶 他也真的就在浴室里面等 他在相信说真的会有人送气瓶上来 但是从结果来看 是指挥系统辜负了他 是消防单位辜负了他 同袍发现倒地后的志凡 其实即便当时有施移CPR 但台出的时候志凡的声曲已经变硬了 在地面上的同事最后能够做的 就是合力用布遮掩 在场采访记者的拍摄角度 想要留给志凡最后一点点的尊严 说到这边可能很多听众 会有很多的无法理解 那这些情绪呢 其实也一直在陈家人的身上 这边想要问一下陈妈妈 事情发生过后 就你而言你是花了多少时间 才接受说志凡已经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还是直到现在 可能对你而言还是没办法去 我还是没有办法 还是会 半夜的时候还是会想起志凡 或者是看到他的一些物品的时候 对啊 那爸爸呢 那也是同样的 现在 现在都会受伤到一辈子 他都是八百的 最后一个最后一面 对 那个面 还有一 平宜館 要讲座的时候 撒催的时候 那边就可以了 我现在记得到 想要帮后不去 也不可能 我们讲到现在啦 我相信 直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多了 我们在录音的当下 已经过了一年半了 还是有很多疑问 应该都在陈爸爸里面的事情 我觉得有疑问就是 他们是 他们是 还有一些 放下来 因为 我之前 我刚才刚才 他们同学在说 他说 我如果去 那天我如果去 譬如说 他们做饭都要在这边 北方嘛 我以前 我如果去想 那个既消的时候 他们我如果说 这边北方 你几点进去 大幅人进去 都说 多久的时间都要出 他们就是 都没有做 那个方式出 还有指揮官 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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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很大了 主要是 主要是 他 訓練中心出 你说 说没有人看 很大的尊串 你说特效 特效 要做到 那里面不可以 你说 很大的尊串 都要靠那些 既存的 一共一共都可以 对您来说 其实当时消防 感觉他们要救民众 因为这真的是 确实啦 有一些 防御旅馆里面的民众 但是 智凡也受困了 那后来这个 当时的指揮官 他事后的报告是说 他也陷入两难 他也不知道该救谁 比较好 他不能这么讲 因为他就会说 他有一个专门在 他有一个专门在 他有一个专门在救 自己的人的 打RIT RIT的人 就 RIT专门的救 救自己的人 另外一些民众 就一些 其他资源的消防 其他的人下去用 他不能说他限制两难 对不对 那RIT干嘛 你讲出来的RIT 你是在干什么用的 好听的吗 没有作为 对啊 他只要拿出来的时候 他一个同学 两点外 拿出来的时候 是没有提名牌 他个人的名牌 是 他如果在指揮官 还有一个扶植 他就去 用一家庭里面 所有的 说十万的 你的四伯 都骗在庭里面 你给他拿 没有确实做到 他说他在那边 你说几点进去 几点要抓 他都没做到那里 所以你说 你说七点发进去 又两点发 都没抓 你早就要知道了 到几点钟里面 就要知道了 他都没做到那里面 感觉好像 至凡被忘在里面 对啊 别人都把 别人都给 别人都给 放棄啊 放棄啊 对啊 你说成立去的 那里 本来那里 你指揮官 又不会用 我们这样说 已经二三十年 你 没接受到 新的资讯 什么会 都没去那里面 那样 你说派人进去 对 我派人进去 我说我先说 对吗 既然做到那里面 智凡 智凡走了 憲福為了感念智凡 那他追進為分隊長 並且有頒贈 一個榮譽章 消防楷模證書 那個都沒有用 那都沒有什麼意義 都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我們說的 那個分隊長他走了在想 你說 兩岸三生 這麼生 那還會輸入 是 在告別是當天智凡的棺木上 覆蓋了消防企國籍 林車也繞行到了 他所服務的東區分隊 讓成一起在火場裡面 打拚的夥伴這些同事們 也送了智凡最後一程 直到隔年三月 智凡也入市到了忠烈祠 這些後續的可能是 想要去補償陳家人 或者是去紀念智凡 這樣的一些行為 在陳爸爸您看來 那種牌也算 也沒有什麼意義 你說 我們說性質是 列入中列時是 你如果照顧國家 規定的時候 列入中列時是不對 對 我們是覺得 雖然是日列中列時 我覺得 有一些 我們說館長去那裡 也是覺得 我們全國 都很不離三種 對啊 像說那 逢場過戲 對 逢場過戲 做個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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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意義 對媽媽來講 可能在這段時間 你感受到的 可能像是消防局 或者是 政府單位 他們所表達出來的媽媽 你們有感受到嗎 都沒有感受到 我們覺得 都沒有這個生意 都不懂得給你們 敷衍這樣 在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又去 選擇提告 這部分是 因為誰要考量來意囑 因為其實我們從 7月 8月跟9月 其實有各自 跟消防局還有縣府 這邊有開說明會 因為其實我們就是 想要去釐清中間發生的事情 這些說明會必須老實說 都是由我們這邊主動去要的 才要到說明的 時間地點進度跟要討論的內容 全部都是家屬這邊主動說 消防局跟縣府才被動的配合 一直到最後一場 縣府這邊跨局處的說明會 因為我們其實中間有 拿到一些橋友大樓 就是有一些建築上的瑕疵 在當初申請上 業者有鑽一些漏洞 然後縣府這邊也有放水 才導致說 他在一個不應該當旅館的地方 蓋了一個旅館 甚至是政府防禦政策的 對 就是因為有取得這些 比較詳細的資料 然後也希望說 可以去釐清這樣子的責任關係 邀集了這些說明會之後 到最後一場就是 那一次的主持人是副縣長 但他就很不客氣的跟家屬說 你們這樣子我們很困擾 就是你們是來浪費我們時間的 我們那時候並沒有想要追究 比如說長官的責任 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當然也覺得他們很盡力 但是今天這個案件上 它明明就是破綻百出 不管是指揮體系的破綻 還是業者這邊的問題 那甚至是縣府這邊的放水 才會造成這一連串的錯誤 那你本來就應該要去釐清這個責任 那你應該要去改善這件事 否則永遠都會是 不知情的基層被送進去火場了 最後才又發生這樣子的訓斥案 對 後來就是因為副縣長他這樣子的態度 我們覺得 我們已經要拾起這個悲傷 然後還自己要去 釐清這個前後的問題 但是你卻這樣子的敷衍家屬 甚至是講這樣子 我就是已經很沒有禮貌的話了 總不能夠說告別事辦完了 就沒有了 因為這個告別事其實本來不應該發生的 當時其實就在2021年的11月25號 藝竹跟爸爸就到彰化遞檢 來按鈴控告代理局長邱聰嘉 以及第一大隊長 還有這個當時代隊的大隊官 劉信小隊長以及大樓主委 蔡進鋒等四個人過失致死罪 後續這個案件的發展 卻不如你們所想像是嗎 因為大樓的業者 他其實在公訴罪上面 他早就已經被檢察官起訴了 所以他的案件上跟三位長官的部分 其實是分開進行的 三位長官的部分 因為之前是還在偵察庭的階段 那前陣子剛好偵查結束 是用不起訴的方式來做癥結 以家屬的角度來說 當然是覺得檢察官有一點輕輕放下這件事情 到最後整個案件的報告出來 會讓我們覺得說 其實他只是在苛責當事人 我們也因為這樣子認為 不應該就這樣子結束 所以又有在不起訴之後 還可以再提是用在意的方式 就有再繼續提上去這樣 是 所以當時這份檢方的不起訴書 感覺是在檢討殉職者一樣 感覺是在檢討治犯一樣 他當時是這樣說的 被害人理應利用殘存的氧氣量 像其他隊員一樣從八樓撤退 雖然現場視線極差 但仍可下撤至地面 被害人卻捨棄這個不做 在仍見渡以達林 仍盡力搜救可能受困民眾 未能把握濃煙上來的幾分鐘 來撤離現場 中因吸入過多一氧化碳而死亡 感覺他是在講說 這是志凡 他要留在現場 明明視線已經越來越差了 他沒有在那黃金時間趕快就離開 所以是他的錯 對啊 看起來就是這樣子 我們家屬會感覺 那個法官 檢察官喔 對 檢察官就是這種感覺 到時候誰敢進去救人 阿伯采洪的太認真了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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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像他這樣的講話 還只要告訴他就是 雖然要顧自己就對了 對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才不是 我們在提告之後 檢察官也給了這個不喜訴書 我們有提出說要在意 那以律師來講他們有說這個法案的可能性高嗎 因為他現在的階段是在意已經又被駁回了 我們現在其實剩最後一個階段就是交付審理 律師已經有說以往的這個過的機率其實非常非常的低這樣子 那我們未來也只能夠接受最後的結果 但他終究會變成一個判例 就是未來如果又有殉職案發生 甚至是有雷同的狀況 他一定會被拿出來做一個以前的紀錄比較 然後影響以後的判決 對 那我們並不希望說其實在這上面的交叉錯誤的情況下 導致一個只是接收命令甚至是盡力去執行命令的人 他最後因為氣瓶沒有送打沒氣了 在裡面受困的情況 而導致最後殉職的這個結果 其實他在盡力做的這個過程並沒有錯誤的地方存在 明明有其他的地方其實是可以改善更好的 如果說這個判例他最後判決出 其實長官不需要對他的這些殊師負責的話 那未來永遠被派進去的還是基層 那他們永遠就是揹著自己的身組牌進去 然後長官又一直處於一個沒有跟基層定期受訓的狀況 那甚至可能默契不足的情況 甚至他可能因為平常公務繁忙沒有跟著大家一起受訓 而導致他其實那個當下亂了手腳或是生疏了 然後把這些無辜的基層一直送進去 這個判例如果以後又拿來做其他的判例 其實我覺得對於消防的生態體系 體質的改變上其實是完全沒有任何幫助的 那我們也才會就是希望能夠有一點的機會 就是去把握他這樣 了解講到最後智凡終究也是離開了我們 家人們可能像爸爸媽媽不想面對 但是終究也是得面對到智凡的離開這件事情 那在智凡這條性命走了之後換來的是什麼 我覺得這點可能對家屬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他的離去到底有沒有換得市府的重視 有沒有換得消防單位的重視 你們應該是相對看重的 對陳媽媽來講 你整件事情到現在也沒有一些想要說的 沒有啊 如果自己繼續照這樣下去 我會鼓勵人不要去靠了 沒有必要就對了 沒有必要啊 沒錯啊 沒有一個保障嘛 因為一些記憶的怎麼說 那這樣就是心寒啊 對啦 其實自己身為這個消眷喔 發生這樣的事情真的會對體制上的心寒 尤其是後續整個的應對 他們的這種調查作為 對啊 對啊 媽媽現在應該 可能像智凡的房間 走過去或者什麼還是會 我幾乎每天都想到啊 因為每一個地方都有他的東西啦 而且 他是我很小人過大人的 不是說 我有去請保母子 就是請什麼人來陪 他都是一手我帶大的 啊 講那麼多也沒有用了啦 還是希望政府消防單位可以重視 制反這條生命 對啊 那對妹妹意志來講呢 我會比較理性一點 對我 我目前的階段還是希望就是 逃公道 對然後如果能夠協助 基層的學章節去改變消防的生態 就是我們其實是願意花時間投入的 嗯 對其實 事後我們好像也有花了 一百萬元左右 買了肉鹹象椅 捐贈給東區域分隊嘛 這麼做的原因也是希望說 我們真的是可以從基層一些裝備 就可以改善 對避免掉 可能真的像智凡這樣的案件 再次發生 陳制反的犧牲不是我們能夠承受的通腦 我們也不希望說 呃 有其他的家屬 甚至是 呃 消眷了 還要再去承受這樣子的苦痛 那 希望說他是 真的是台灣消防史上 最後一位 因為進出火場 而不幸殉職的消防員 那也不要有這種 呃 家屬得不到政府回應 甚至是得不到家人回家的這種 遺憾產生 那智凡在火場中餘命喔 那陳家仁 陳爸爸 陳媽媽 都希望說他的犧牲不是白費 那我們也希望說可以討到一個公道啦 不過 智凡他是個案嘛 聽完這集之後你會發現說 智凡沒有人可以救出來喔 就是當時派了RIT那麼多人進去 卻沒有人可以把他救出 是一層接著一層的問題喔 他最後會上升在火場裡面是 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在導致這樣的結果發生 那除了今天公祭 明天旺季之外 到底我們還能做什麼 陳家仁的願望 又如何才能夠實現呢 那麼這一集的 我在案發現場 先談到這邊 感謝陳爸爸 陳媽媽 以及妹妹的分享 謝謝你們 謝謝公主 謝謝各位觀眾 好 如果各位喜歡我們節目的話呢 歡迎到 Instagram 臉書 以及 YouTube 搜尋訂閱 我在 案發現場 請問一下